经党支部研究决定 这次炸掉日军军火库的任务 就交给第一土地小组 韩队长 你对这次任务是怎么考虑的 我和战士们都仔细研究过了 神仙洞是一座钢架火灵土结构山洞 它十分坚固 所以土宫爆破不起作用 而是必须潜进洞内 从洞内到冰宝 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鬼子兵在洞外不防严密 火力交叉十分凶猛 一旦暴露 我们不但进不了山洞 反而会造成重大损失 所以我们研究决定 假扮日兵混进洞去 炸毁这座军火库 你们觉得怎么样 可以 好 既然大家没什么意见 这个方案就这么定了 其他人随我在左翼侧翼 如果敌人前来增违 就坚决堵住 是 行动时间 午夜十二点 我听说你还没吃晚饭 我给你打来了 现在最要紧的 可不是吃饭 你还凭凭他们 去炸毁日军军火库的事情 对不对 我现在心里很矛盾 能不能说出来 让我听听 说心里吧 我现在既希望他们成功 又怕他们成功 这怎么讲 从大局上讲 我们和中共有关的 火壁血滑就是要用 炸掉日军军火库的实际行动 来挽回官方他们的心 炸不过 出发时间到了 诸明证功 剑军完成任务 出发 走 出发 孙队长 千万要当心啊 我师弟 来挂上一件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小鬼们拼了 开门 杀死他们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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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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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追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该我的了 你注意已定 马上紧急集合 是 宋先生 紧急情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们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令人痛苦的消息 跟我们并肩作战的中共游击队 昨天夜里偷袭日本鬼子神仙洞绝火库 结果功半谁成 十几个弟兄壮烈熏火 是 是 不是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说这些 因为今天 我们也要去神仙洞 我要问你们的是 你们怕不怕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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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真是我的好弟兄 我碧雪华给你们敬礼了 不行 必须马上制止他们 他们怎么去只能是废俄扑户 制止 咱们制止得了吗 那也要制止 咱们中国军人的血流得还少吗 那个碧雪华主意已定 这就石头牛也拉不回来啊 这样 这儿交给你了 我亲自去说服他 那你是不是 该带个人跟你一起去 带谁 官丰 好主意 那我去叫他 什么 宋平来了 还有官丰 他俩 他俩来干什么 我们是来劝你们 不要去神仙洞的 你劝我们不要去神仙洞 对 你们不能去 为什么 因为我不愿看到我们中国军人 在座无为的牺牲 战争就是要流血 有牺牲 所以 作为一个指挥员 就更要珍惜自己战士的生命 宋平 我们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 你把手伸到我这里 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你 我们是有党有军 又共同战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气质下 我有责任提醒你 如果我明知前面是陷阱 而有无动于众的话 那我宋平将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只怕是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九九吧 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怕我们把日军军国库给炸了 抢了你们共产党游击队的风头 我们共产党人光明磊落 我的心里没有那么龌龊 是你太狭隘了 我狭隘 那你大度一个给我看看 看什么 把他和他的弟兄们 让给我 我早说过 这不是我让不让的问题 他们愿意到哪儿去去干什么 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权利 算了吧 我就知道你言不由衷 瞎话 替我送客 特派员 我觉得 宋先生讲的有几分道理 您是不是在考虑考虑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送客 毕丑啊 你男俺们也太不当回事了 俺们不用拧念 我去看 你做什么 我去看 我家人 你们是谁 你不是谁 那你 我可以跟他 我去看 你 我去看 你 我去看 你 我都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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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不是狗咬吕东宾 不是好人心吗 你要是愿意死了 你自己去 何必拉了其他的兄弟 宽鳳 这是我听到你说的 最多的一次话 大方 大方 怎么了大爷哥 不好啦 出事了 怎么了 肖理 Hikang 和她的妈 她不见了 啊 就是这里吗 是的 这真是一个好地方啊 两山夹一沟 山上的树林郁郁葱葱 前面不远处 又是滔滔黄河 这里也是埋葬那些 胆敢来犯中国军人的风 即便是这样 他们还会前赴后继 卷土重来的 这点我也是坚信不疑的 大方 咱们赶快去找 好 走 荃先生 你看 他俩回来了 苏大哥 厂先生 你看 你看他俩回来了 苏大哥 取消 快去 是 雪花 谢谢你的决定 这跑了这么远了 怎么还没看见小泥修的影子 是啊 这像死到底跑到那去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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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大哥 走 走 走啊 快去 马上带上人 这次 我一定要抓个活的回来 上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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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大哥 宋大哥 不好了 怎麼了 小年一秋 他为了报仇 私自离队了 什么 聘手啊 被朕已经带人去找了 你们几个 往那边 你 跟我到那边 你们几个 往那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撤 撤 撤 李嘉 李嘉 你想啥呢 没事 撤 走 别推我 继续 别推我 你看站好了 我错哪儿了 我问你我错哪儿了 你错就错在没有组织纪律性 组织纪律性 关你的组织纪律性 你谁呀 你有什么权利管我呀 我们是革命同志 我错了你也可以说我呀 我吃饱了撑的我说你 我就是要杀鬼子 我就是要继孙队长 还有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怎么了 杀鬼子错了吗 错了吗 小李嘉 你少干扯 你就是错了 我告诉你 关锋 你别以为你当几天 什么狗屁小队长 你就可以刮他一起压死人 拼出来你那一套 你再来说一遍 怎么了 再说一遍 怎么了 那怎么了这是 李嘉 你跟你哥怎么这么说话呢 我就这样 你这样就不行 不行又能怎样 打架呀 来呀 你以为我不认识李嘉 走上来你 起开 干啥呢这是 盛律长 你也太过分了 俺告诉你 俺今天不跟你打架 你是不敢了吧 俺不敢 对 俺是不敢了 俺要跟你讲道理 道理 我告诉你什么叫道理 杀鬼子才叫硬道理 那上金并礼你杀鬼子了吗 这个上金我不认识 不是 医生 别扯犊子了 那宋先生你不认识啊 把你那向人打金牙 金钊鬼子飞机架子 都给我逼上 不是 不是 这不好来不值呢 你们俩 敢把他拉到小屋里 跪起来 你要关我 对 俺今天就是要关你金币 哥排员 您真的要取消今天的行动吗 这是上级领导 给您的集电 念 闪电 敏步今夜务必突袭 日军神仙动军火库 将其彻底炸毁 一物军机者 战 此令 上级这是下的死命令 可我已经答应送品和官方来了 真是没想到 您是这么一个没有原则立场的人 既然上级长官给你下了死命令 那你就得不折不扣去执行 就算明知前面是火坑 也得咬着牙往里跳 可是我们中国军人的鲜血 一定是流得太多了 你怕死了是不是 你还在冲进美好的姻缘是不是 你怎么这么迷恋官方啊 他不过就是个野村毛汉而已 如今 他已经投靠了共产党 你不要再说了 不 我要说 你要让我看得起你 好 我改变决定 准备出发 就是 苏大哥 你说碧雪华 能听俺们劝吗 别看他表面答应了 其实没有 再加上 他身边有人挑唆 我看 他还会疑孤心的 这不是把国军兄弟们 往死路上送吗 没办法 下一盒固执上的失去理智 他听不清任何劝唆 更看不到眼前这个巨大的危险 那我们怎么办 一定要把他们 从死亡现场拉回来 官方 几个队伍 和民党的闪电二队 卷土重来 快 快 小招 大态 小招 小招 宋先生 考照到你们了 快撤 怎么 前面有敌人重兵埋伏 重兵埋伏 不可能吧 怎么就不可能 雪花 你听我一句句 为了全体地球服势力 赶紧撤 特派员 撤不撤是你的事 但你可千万不要忘了 上级长官的命令 雪花 你什么意思 命令是死的可人生活的 你这不是用教条的死命令 你把地球往火开推马 你到底按了什么心 我 我这也是为了退派员好啊 好不好 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撤开 什么情况 快说 大批鬼子从两岁包扔过来了 好 好 你 现在车还来得及 我掩护你们 不 或是我们爽不下来的 这个责任 理应由我们来承担 有什么时候了 还拧你们我们的 我们地形手 便于引臂托针 就那么定了 走 可白远 你还想说什么 你还要说什么 撤吧 撤 是 我 我 是 我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这边来 打 把敌人吸引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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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快去救送下个他们吧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求求你了 你发情话呀 咱们快去救送下个他们吧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快起来 不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不起来 弟兄们 你们认真想一想 为什么宋先生他们 要舍身忘死的 也要把日本鬼子引走 为什么 他们就是为了要把我们 从日本鬼子的魔爪中 解救出来 把生的希望 留给了我们 把死留给了自己 我们要明白宋先生 他们的心啊 咱们把敌人一开 往这边撤 来吧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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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们了 这回终于知道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受了吧 我一个人在这儿 越想越害怕 你想过没有 你小泥秋在我官方行李是什么分量 啥分量 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端 还肯定会心疼死 咱俩啊 咱俩啊 就像巴掌上的手指头 十指连着心 来 让我看看你的手 没事 就擦不点瓶 一定是碧雪华身边的那只黑手 怎么要不要马上告诉碧雪华 让他斩断那只黑手 不 不 留着他还有用 还有用 我们要充分利用他来调动 和植物敌人 喵喵喵啊 刺激喵 喵之宰夜 你喵喵啥呀 你是猫啊 你看看 这跟猫有啥关系呢 那不是猫那上写的是啥 只剩五个色 你给念一下 我哪看得懂 不认识 那我就念了 刺激教 擎贼险擎王 擎贼仙擎王 然叶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鸡毛 咋了 你看啊 现在日军都把兵力 集中在石门关的神仙洞 那咱们要炸掉他们的军火库 就困难充充 那咱们就来个擎贼仙擎王 砸烂日军的指挥中枢 迫使他们回防 这样咱们就可以程序而入 直插神仙洞 一举炸毁他们的军火库 好啊 宋大哥 小哥 你还真有点瞎子 亮瞎子 我好奇瞎子呢 不然我这孝神仙 不是朗德许名啊 吹 又吹 我也看出来了 你要是不吹啊 你都得疯啊 行了 大家装点时间休息 明天一大早 咱们就进城 是